有风去尝 来吃啊 好的真香啊 家人们 我老婆的意外保险马上就要生效了 只要等她一死 她的公司 股票 还有所有财产 都是咱们 来 你去庆祝一下 亲爱的 你老婆那么爱你 你进去 当初如果是为了吃爵慧 能否抗许她呢 不过对于马天明看上了例 没想到点 也不枉 我们整整愁眠了五年 喂喂 大家两天啊 这次陈氏集团前进 陈梨 上面 大家感谢陈氏集团 回澳外 姚家沟 赚快一千万兆 那大家好 我是陈氏集团的总裁陈梨 我们经过前提报 你总裁咋 你总裁咋 听说年纪轻轻的 死了老公 连个男娃都没 以后的钱啊 还都是闺女 这闺女一叫人 还不是呗 这瞎你 哎 哎 天明 你说啊 你要是把总裁的这闺女 给娶到咱家 咱家可不就发达了吗 不不不 说什么 咋了 妈 人家大千金小姐 能看上咱这种 咱咋了 咱天明还是大学生呢 我还没嫌 这个总裁女儿 瘦瘦瘦瘦的 连个屁股都没有 生不出来儿子呢 是吧 天明 天明 我觉得我妈说的 妈天明 别吃 什么意思 咱俩都要绝分了 你不会 想抛弃我吧 咱一家人 都在一个锅里捞神吃 有我一口 就有你们一口 等我拿下这个姓陈的 到时候整个陈氏集团 不就都是咱家的 还是我媳妇 你说的是真的吗 亲爱的 我们俩偷偷摸摸的日子 终于结束了 这些年确实委屈你了 不过都是纸 因为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这顶别墅的女主人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马天明 林正延上的害 沈总 他们也太过分了 竟然唐尔黄织的 托摸尼的家产 给我把这段视频 发到我手机上 我要让他们全部的 见识出空 是 你怎么办呢 今天28点 只要他一踏出公司的塔位 就我并不安排的人 我死 还能好吗 这团队的丈夫们曾经出了车货 你再往中心医院执救中心 你再往中心医院执救中心 二三 城里这一次 城里这一次真的会死吗 放心了吗 我早就交代了 这一次 必死无疑 好 好啊 我的好儿媳妇啊 阿丽 你们是在找我吗 沈丽女士这是由于受到巨大撞击导致的暂时性失忆 那他还能想起来吗 可以的 短则两三天 长则一个月 随时都有可能恢复记忆 家属不必过一旦心 儿子 你不是说他这次必死无疑吗 现在怎么办呢 他如果清醒了 想起点什么 肯定会去查赵氏司机的 到时候查到咱们身上 那可怎么办呢 儿子 好了 马上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把股权转让协议书送回 要快 你的意思是 趁他恢复记忆之前 赶紧让他签字 到时候 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了 对呀 对对对 儿子 还是你聪明 妈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去 我知道是很难理解 但是 我真的是能 那个女孩儿叫田田 是咱们女儿 你出车祸我没敢告诉她 我怕她担心你 你是我老公 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女儿 对呀 可是 为什么我有一点不记得 李莉 大夫不是说了吗 你遭遇车祸 暂时性失忆 不过你别担心 会晚多久 我都会陪着你 李莉 你没事吧 听你伯伯说 你是一个 怎么样 还记得我吗 咱爸呀 你公公 身体一直不太好 在聊人聊呀 我跟你说 咱俩结婚之后 咱爸带来跟亲闺女 公公好 这身体啊 没事就好 对了 你现在失忆了 这公司啊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不如就招得天明去办吧 让你好了以后 你见回来 股权转让 罢了 您看您这是干嘛呀 这是 我跟李莉本来就是夫妻 帮她照看公司天经地义 您弄这么一出 这不是让李莉误会我 什么误会啊 你忘了上次你去公司了 那些股东 是怎么收入你的 说你没股权 是屎不拉他们 还说 你是早插门 你都忘了 李莉啊 爸呀 没别的意思 爸 给你保证 等你身体恢复以后 我就让天明 把股权给你转回来 怎么样 爸 老公 我相信你 顾总 陈小姐的病房就在前面 不过 她好像失去了记忆 不记得收获 是您救的 她的身体失去了 对了 抓紧事情 是 顾总 您好像对陈小姐的事情 很上心 您和她之前认识 顾总 走吧 顾总 我有个好希望需要告诉你 什么 我妈已经答应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而且 周末的时候 要带你回家吃饭 知道了 你怎么不开心 你怎么不开心啊 爱笑一下 爱笑一下 师傅 我们 是什么 为什么呀 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够好 你说出来我改 没有 做得很好 是我不好 所以陈寗 还好吧 别 别 胡托 你那么多疼 使我转转反思 就像争动 灵性不停点 陈寗 我可是姑娘的大少 我跟你之间 只是玩味而已 我现在玩异了 陈寗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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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没人着过 阿里 对不起 故事破产 我不能自动你 也许你会 都几颗眼圈 也许走走停停 还已留在一天天 你能感怀 从以后 现在 你从头上是不见 是我不停 她是我很重闹的人 宝贝 听我说 陈梨那个蠢货女人 已经签字了 没错 到时候 她所有的钱 就都是咱们的了 我回来了 你是 看起来好生气 我是 陈小姐 您出车祸了 是我们总裁救的你 原来是您救 真是太谢谢您了 你的头 不好意思 这个是陈氏集团 和股权者刚说 对 是我老公让我签的 这样一来 在我出院期间 他就能帮我打理公司了 不对 陈梨你老公有问题 这明明就是在 抢占你财产 十分眼泪 我要骂 建立你的所有资料 是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现在是失忆了 在法律上签署的任何文件 那都是无效的 他是我老公 我的财产 不就是他的吗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陈寅 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 但请你相信我 我会想办法证明的 这些畜生 你查到什么了 这不可能 我的老公怎么会和别的女人抱在一起 这绝对不可能 不急 你现在受伤了 你先别乱动 这样吧 他们现在正好都全部在你家 我比你一起过去 只要有我在 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 亲爱的 你真是太好 这么轻而易举 就拿下了陈士集团 所有的困难 陈黎 现在不过就是个失忆的白痴吧 他还不认为我把你 以后 你就是陈士集团的女主人了 不对 你应该是马士集团的女主人 真是太好了 人家要在市中心买大秘书 比你这个还要在大厂去呗 一套怎么够呢 要买 就买两套 人家要去巴塞罗那度假 没问题 包机我陪你去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人家还要和你在京都最大的经店里去办婚礼 小嫂祸 你就那么着急嫌给我吗 记得 你要有信了 你说是不是只有我才能被包你 陈小姐 该换 人呢 阿迪 需要我陪你进去吧 我不买的床真舒服 他在他买的床上 在他买的床上 你是个人 老婆 今天怎么出来这么早 他把那个女人擦脑了 女人 哪有女人 你确实干 还好护士打了电话 否则就被这垂液轮车身在床了 你这一回来就摔箱找位的 你到底要什么 你这 陈立 不关系吧 不行 我已经看到你和那个女人偷情的照片了 照片 什么照片 你把话最好跟我说清楚 贱女人 还敢打我儿子 你的股份 已经全部都转让到我儿子的名下了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们娘俩 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 看你的脸色 妈 你搞清楚 是你儿子出轨了 谁出轨 以后我不可能再看你的脸色过日子 你嫂子 我一定给我 要不要 老子 把他给我扔出去 你让他脏了我的眼 对啊 现在我才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 我为什么要脱了 看你俩那点出息 白天明 你把城市寄讨好 我现在要和你离花 我还要你们尽身处 行啊 我还真想看看 你怎么让我尽身处 还不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我现在看见他 你觉得晦气 没听见吗 还不快过 我看不开可能是你们吧 你又是 阿姨 没事吧 他们果然在骗我 你放心 我一定不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 我 我 我看他 我 我看到他们才喝酒 你是不是想起来的 我不知道 我能当好痛吗 腾许不要醒啊 放心了 你借给我 大胆 你当着我儿子的面 就敢跟这个野男人 摟摟抱抱 勾勾搭搭搭 啊 是啊 是啊 陈利 我真没想到啊 平时你装的跟白莲花似 没想到背地里 一样是个道夫 白天明 你炫空喷人 我就喷你怎么了 我请告诉你 马上带着这个野男人从我家里滚出去 否则的话 我就告诉你 私闯民宅 私闯民宅 我会让故事集团的律师 控告你们以非法的手段 殴夺这一个加成 这个造谣 你 你 你又告我们 告我 你凭什么 所有协议 都是他自愿签署 对 所有财产 是他自愿赠给的 你告 拿什么告 你所说的那些所有协议 都是在陈利失忆中的小欠的 看老律师 这是无效的 不信的话自己去查呀 也可以打电话问 这怎么办呀 老婆 你不会让这个野男人 送自己的老公进去做监狱吧 对对 二十八 刚才我打你了 是我的错 我也是护子心切呀 二十长这么大 我都没动过一手指头 你一上去就是一大嘴巴子 我心疼 我错了 老婆 妈说的对 刚才我就是一时亲戚 所以我在 我是怕失去你的伤心 所以才会那样的 你伤心 你当时要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 你可一点前面都没考虑 现在 你们给我滚出去 哎呀 我 随妈 你是甜甜 妈妈 怎么受伤了疼不疼 这家给你吹吹 老婆 这就是甜甜 看那孩子的份上 原谅我这次 就这一次 行吗 甜甜 甜甜 你妈妈 不要爸爸跟奶奶了 你快跟妈妈说说 替你爸爸求求心 快 妈妈 你不要让爸爸走 甜甜要爸爸 对 甜甜 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 陈妮 你现在怎么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他们就是想付同你的财产 妈妈 这个夫妇是谁 好啊 原来是你从中作狗 我看就是你 存心挑拨我夫妻关系吧 哦 我是 小黎的朋友 王妃 你放屁 我看你就是趁上阿黎失忆了 故意侵死她了 对不对 赶紧的 从我家处滚出去 如果马天宁没有出轨 到我问你 这招应怎么解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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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你 说明不了什么 我 这 瓜瓜 你要是不相信我 咱们现在就上楼 上楼去搜 看看能搜出什么来 走 对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是被冤枉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啊 阿黎 天明根根本就没出轨 再说了 谁家出轨了 能明目张胆的 把人倒回家了 是吧 就是 你敢动手打阿黎 还不困下 给阿黎倒进来 老婆 我住我部罗 我不该动手 你罚我 都是我不好 妈妈 别过来 姐姐去走 天明快 快 快救救妈妈 快快快 阿玉 他们肯定把人 才在别的地方了 你少再来调破离间 我看你这是居心不良 对呀 那的话 咱们才是一家人 怎么能让他外人 调破离间呢 天天 就是这个人 他想让妈妈 把奶奶和爸爸都赶出去 行不行啊 你问问妈妈 妈妈 我不想那个叔叔 让他走 让他走 天天乖 天天不哭 顾忠 周建卓说 现在平一张照片 好像确实证明不了什么 阿黎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还有你们两个 告诉你们 有我在 别想打阿黎主意 妈妈 我觉得我今天用法要选红果 你陪我一起去看看 妈 陪你去看看 呀 先到我爸那去躲一躲吧 你这臭小子差点坏了大事了 我哪知道会有幸福的冒出来了 他把陈梨带回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了 他十一签的字全部都不作数啊 咱们空花洗衣场 妈 您放手 兵来将党水来土断 陈梨逃不出我的手掌下 你说这是我的办公室 对不然呢 他说什么我也对不起的 妈妈会记起来 陈总 他们也太过分了 陈总 这里有几份重要的文件 需要你签字 这些文件的工资很重要 可可签吧 可是这些项目我一点不记得 我怎么签 陈总 要不先 先让马先生替你钱 反正你们是夫妻嘛 陈氏集团也是你们的共有财产 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 帮我拿下陈氏集团 我给你五百万 二 明天我就让人事开了 而且永远在行业里封杀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孩子的病应该脱不了多久了吧 我劝你选第一个 你放心 说到做到 好 我知道 陈总 这些文件可是关系到公司的命运 若出现差错很有可能会导致公司倒闭 甚至背上几个鞋的债务 那你了解 这是什么话 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 况且 你才是计算的长多人 那要不 陈总先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您先生 等您身体刚复了再转让回来 可是不让我认识 我在这状况下 亲自都不笑了 这好吧 让医院开个康复证明 再做个公证 等股权转让协议生效 马先生就可以代替陈总签字 只能这样 给我盯紧马建明的一举一动 害得伤害陈总 我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 宋才 您回来是给顾家报仇的 可是您最近 是不是太过关注陈小姐的事 你在教我做事 总在 五年前故事集团被勾陷破产 您爸爸惨死 您也原作海外 查清当年真相 才是当务之间 故事惨败 我不会忘 但是陈明的事情 我也不有关 去吧 是 股权转让合同 一试三寸 一旦公证被案 变为极定事实 我再问你们一遍 确定要盖章被案 爸爸 我知道 经过上海的事 你不太信任了 不过你不用冤了 你要是觉得不懂 不怕 现在就死了 盖章吧 谢谢 走到 这种故事集的律师团 我们翻译和女生 陈黎车祸失忆 所签署的任何文件 均无效 这是陈黎女士的病情材料 一度睁眼看清 这是医院科具的康复证明 这说明话 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那这帮人 也在这儿不允许吗 我滚出去 医院出具假的康复证明 我律师所已查明 用提前军部风介入 陈黎女士 请问您是否已经康复 大致您成识 带出转号 成为更前 无论 你信我还是信他 你不要问 这个下部的城市多重 我已经康复了 这份股权长的协议 遗受券将军部风 好 我明白了 行了 就带我拿到 我先回公司办事 早点 陈黎女士 这是你的材料 你疯了 你疯了 疯狂公众材料 这是犯法的 这些合同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应的 这些事你别管了 律师给你教室 你现在跟我走 我必须要让你看起我真面目 亲爱的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陈黎的戒指 做你了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亲爱的 你说这个戒指是我戴好看 还是陈黎戴好看 当然是你 陈黎那个蠢货 连你根头发丝不上 不过 亲爱的 你说你偷他的戒指给我 不会被他发现吧 一个戒指而已 那就是 股权转让 而且已经公正过 现在整个神势集团都是我的 我想要什么就有事 到时候把陈黎那个女人扫地出门 我就带你去周游世界 又才点八卦 小林 我的人插到 这儿可不止你公公所在的疗养 还是你老公私会小三的秘密据连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啊 虽然在这儿有马叔招门打风 但远不如在你家刺激 你说你怎么那么骚呢 小狼蹄子 别着急 帮我安排车祸撞死的感觉 拿了保险赔偿金 咱俩就能光明正断地在一块儿了 嗯 我老婆的意外保险 爸你老婆那么大 你真是的 你去庆祝一下 哈哈 救我 你以为 安排我的救护 是马丁敏一说的 口罩说的都是真的 马丁敏 你这个臣敏 马丁敏 你这个臣敏 臣敏 我的车号 是不是你安排 你会不记忆了 老婆 今天我进来 老婆 来我们庆祝一个 哈哈 我 我那么想想 你现在被我捉钱在说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呢 陈丽 我抱着你 你别还给我 你一个小子 你也没跟我说话 你 你没事吧 你少说两句吧 行吗 你们俩 好一个狼情戒业 老婆 听我解释 不知你看到那样 丁哥 你还发现 在东西发现了 那我们也没这么好言人了 你少说两句 行吗 今天如果让他活着 走出真 我从一个弄力 不是两个弄力 今天说 是 你也没了 陈丽 这可管不在我了 马丁敏 杀人可是犯法的 你一个绝户 无情无故的 等你死了 我们把你抛尸荒野 我被发现的时候 我都已经是一队白骨了 我有谁知道 老婆 你去哪儿啊 你放弃 今天我亲自送你回家 啊 不敢啊 陈丽 你去死吧 你给我老实点 给他洗 放得很快的 啊 天后啊 我们总体传无了语言 哎呦 什么 休息日子老爸 不 想念不得了 我了 好 啥 我老婆 啥 啥 啥 你个贱女人 都把老婆下这么不能收 我收不了你 你哥 你 好你个贱女人 居然想弄死我老婆 你给我等着 马丁敏 你是不是疯了 我再 让 我这才出去打会麻将 就搞成成不了了 快快快 李丽啊 来 来啊 快去 没事吧 大门 他们两个人出轨 还想杀了我 李丽啊 这会不会搞错吧 小莫 可是我干女儿啊 老马 可以啊 什么时候认了这么漂亮的干女儿 现在啊 是儿女双全 你想不得日子在后头呢 嗯 啥啥啥都散了吧 没看见 都乱成一锅粥 可女儿 可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明明都 不不 老婆 是这样的 你听我给你解释 是她 她摔倒了 刚好我扶她的时候 你进来了 绝对不是你看见她那样 回下我给你慢慢解释啊 走 回家 干爹 你肯定要为我做主啊 你儿媳妇刚刚闯进来 二话没说就打了我 就算我儿媳妇打你 你也不能下死手 她刚刚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我以为她是反对您任务做干女儿 我就跟她开个玩笑 没想到下手是中了那么一点点 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周围 真的是故意 还不赶紧跟我儿媳妇讨歉 陈丽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我吧 陈丽 你的度量不会这么小吧 再怎么说 我以后也是你丈夫的妹妹 是那小姑姐 小姑姐 你也配 我是你爸的干女儿 等我见了明哥家的祖父 可不就是你货真价实的小姑姐 干爹 你看吧 我已经给他道歉了 他还不肯原谅我 他这明摆着就是反对你任务吗 儿媳妇 这事呢 是我三自做主 没能提前给你指挥一声 就别跟小孟一般见识 是啊 故意 谁不想儿女双全 你该成选你公公啊 公公 你确定她真的是你干女儿吗 我确定啊 我自己认的闺女 我怎么能不确定呢 不然不过有马叔帮忙把风 但远不如在你家自己 相互遮掩 蛇属一锅 还真把我当傻子 儿媳妇 儿媳妇 很好 既然你们想演 我就让你们演个够 爸 你别以为我失忆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前在小季里面走一圈我就知道 经常背着我婆婆在那边找你的 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聊晚院里面住着 我看你不是想找一个干女儿 你是想找一个小情人 我没有 没有 那你让大家评评理 谁家的干女儿 会一山不整的出现在自己干爹的房间里面 非亲非故的 你说她吐你的是什么 吐你七老八十的身体 还是我给你的钱 奶奶妈妈是这样的 那确实过分了 这不是让儿女难堪吗 可不是吧 这女人可能就是卖的 一两百块钱一次 否则这么年轻的小女儿 怎么会一山不整的在老马的房间 有道理 这老马都不怕得病了 哎呀 你们胡说 原来你是卖的 看来我公公对你还算满意 这样 我再多给你加一杯 拿着钱 走 是你 你敢胡说我 妈 这你就受不了了 我今天就是要好好教训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你居然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僵女人 陈离 我给你拼了 我给你拼了 哎呀老马 你先说事了行吗 你忘了 消气消气 消什么气 你到现在是护着她 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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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承认我做我的问题都要做什么 就是 她这么年轻 想要什么样的小伙子没有 给靠她这个球老狗身上 肯定是徒劳马的钱呗 现在这些小姑娘呀 为了钱真是漂亮 我没有你跟我说 我真的只是马叔的干女儿 干女儿 这说出去谁信呀 就我爸这被逃空的身体 小子没想到 没想到你的口味居然这么重 你 你说 我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 小伙子 别说了 好吗 小伙子 我 你 我看你们今天两个人 谁敢护着她 就别怪我不想出难 小伙子 你先走 陈离 你给我等着 我跟你没完 好 怎么了 你先走了 我 我先当什么 你别胡说 这事跟我没关系 爸 你也是这么大岁数 你怎么还惦记那档子事呢 真替你丢人 爸 你知道吧 我只爱你一个 是吧 再把鞋穿上 神啊 你两口子回去另外去 别在这儿烦我 你这就走 别碰我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陈离 陈离 陈离怎么还不出来 喂 顾超 我已经查明了五年前 海的都市集团破产 随间参死 你远走海外的罪魁祸首 就是陈离母女 你说什么 陈离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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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还挑战说 马天明 马家 叶敏 原来的死争 就是一个母 他们在五年前就一直在 我陈离家的在山母 具体的 发在你手机上 好 知道了 顾超 你说的没错 他们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陈离 你放心 我会工作 谢谢你 顾超 陈离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也要你尝一尝重盘轻敌的滋味 叶冒 别闹 你再这样他就 我不管 你这个贱人真正在打我 就是我 我现在就要去他公司那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的历 你别闹 你这样会坏了我们的大事的 怎么 难道你不想要那个保险赔偿金了吗 好 那我就再给你三天时间 你一定要把陈离那个箭给我弄 好 阿姨 没对面死 当我安排的车祸撞死他 拿了保险的一张筋 乘了光明乘大 在一块儿了 阿姨明 你这个人面受心的畜生 阿姨明 妈妈你要干什么 阿姨明 老婆 你就是干什么 妈妈我害怕 亏了天天 我不该冲动 怕什么呀 妈妈 只是想帮爸爸把衣服上的线头弄掉 不然的话爸爸会不舒服的 爸爸过来 让妈妈给你弄掉 老公 过来呀 老公 对不起啊 刚刚 我没找到剪刀 就只能用这个 老公 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会不会 把你给杀掉了 怎么会呢老婆 我怎么看不看 对不起你的事 哎 瞧把你给吓的 嗯 老婆 我去看看孩子睡了呗 你先睡 啊 去吧 哎 他半夜呢 你怎么跑过来了 妈 经过疗养院的事 陈里肯定怀疑我了 这样 你明天把他约出去 先吻住他 好 你放心吧 那你什么时候不在离开呀 竟然在上了有马叔帮忙把风 代表不如在你家刺激 别着急 到麻烦车祸撞死的一个人 拿了保险赔偿件 咱俩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块 律师 请问这个录音能否作为证据 陈小姐 你的这些录音只能作为佐证 不能作为直接性的证据 我们还需要更确切的证据 比如说照片或者视频之类的 我会收集足够的证据 这次我不但要离婚 我还要把他们全部都送进牢里 小鱼 我支持你 康可 你是业绩最好的侦探 只有你陪这些小姐一起调查吧 老板老板 谢谢你一直帮我 不客气 你放心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可以一起去这些录音就行了 谢谢你 我先走了 老板 陈小姐似乎很信任您 您确定 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和失败 阿丽啊 我听说你公公想认个干女儿 为这个事情 你跟她闹得不太开心呢 是啊 要我说呀 这个事情呢 你还要多担待 其实呢 我跟你公公 早就想要个女儿 可是生了天明之后 咱们都怀不上 所以 你多担待 多理解啊 我知道 可是那个女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 那我改编 好好说说你公公 你能这样想啊 太好了 这女人还敢打我儿子 你的股份 已经全部都转让到我儿子的名下了 任兰 朱坚那次 多半也是你在给你儿子打掩护吧 你们一家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阿丽啊 你看 对了婆婆 我一直想买个镯子 你给我看看 阿丽啊 我看这家店也不怎么样嘛 咱们换一家 走 我觉得挺好的 坐这家店 阿丽 你来干什么 我来这儿当然是买东西了 沈丽 这里根本就不欢迎你 马上离开 夜梦 有业园 很好 今天 你来购物 阿丽啊 我想起来 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咱们一起吧 哎呀妈 你让我买这个买完我再陪你去 您今天怎么一直阻拦我呀 莫非你们两个人认识 我 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 请问 你想看哪一款 这个吧 拿出来我要试带 颜色不够通透 画 太暗了 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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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这个做工也太粗糙了 画 陈丽 你太过分了 快跑出去 叶蒙 你怎么能和顾客吵架啊 他们快道歉 经理 他分明就是来捣乱的 谁说我是来捣乱的 包起来我要 这位小姐 这个镯子是我们店的真剑之宝 价值五百万 刹卡 好 这个镯子 这个镯子 我会嘛 但是吧 有的人心术不正 而且还不能很好的服务顾客 我觉得 我会拆除比较好 你说呢 陈丽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公公的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你还够也 你说谁过分 让大家挺进去 陈丽 你欠口看人 我跟你公公根本半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 你说了我公公还不敢承认了 唉 那天疗养院的人都能坐这 是他自己一山不整的出现在我公公的病房里面 怎么 你要不要 让大家听听我手机里面的努力 看看疗养院的人都是怎么听到你的 陈丽 你太卑鄙了 怎么 敢做不敢认啊 你显得 因为梦境人这种人 还真吓得去嘴 恶气 哼 怪不得平时才问你夫妻家 原来 都会从老猴子那儿骗得去 应该现在儿子们都找上门了 真是丢人现眼呀 陈丽 你人品低利 真是我们店的实路 现在我宣布 你别看出来 陈丽 你千万别听这个贱女人胡说呀 滚 陈小姐 我这么处理 你还满意 满意 满意 甩卡的 你杀了 陈丽 这这贱人 我要杀了你 放 把他给我扔出去 让他当了门贵客的眼睛 陈丽 我不会告诉你的 贱人就是矫情 哎 阿黎啊 刚才那个营业员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那样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妈 我也不瞒您了 叶梦他真的一山不准的在我公共房间里面 我听梁药院的人说 他在我公共房间里面待了一整晚呢 你说什么 叶梦一山不准的在你公共房间里待了一整晚 是啊 我本来不想告诉您 看您伤心 但是您看我公共那个山字骨 瘦得老他那么折尊 好你个野猫 老少同事啊 你给我站着 婆婆 您说什么 啊 没 没什么 我是说你公共还有叶梦 真是太不要脸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啊 气死我了 柔瑶 真是挺可惜的 哎 哎 老婆 你什么 杀我啊 你不要脸的老子 哎 你发什么疯你 我发疯 叶梦是天明的老婆 你竟然敢爬灰 我给你掉了 你误会 那是为了骗陈离 骗陈离 那你倒是说说 叶梦一世代不整的 在你房间待了一整晚 难不成 他们两个在你这儿套情吗 哎呀老婆 你真冤枉我 他男口子平时 在那房子有人这样 所以他 你看我闭嘴 这种事情你哪次承认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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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 老婆 你别打 我真没动过叶梦啊 哪次找女人你承认过 以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明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 你怎么连天明的女人也懂 你看我不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以后我绝不允许叶梦再嫁给我儿子 他们果然一早就知道 马天明和叶梦这些狗蛋里的事情 一只眼 就只有我一个人平时才故意 也许一开始 他们就是冲着你们成家财产去 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得到你们成家财产做了一个决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他们的计谋得逞 我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老婆 想什么呢 咋还不睡啊 老婆 我明天得去外省出差几天 出差 那我不是好几天的抗健 我想你给咋办 我也会想你的 那岳伯恩 咋了今天晚上 我今天 挑两点 可是 叶梦 希望你可千万别让我说 老婆 那个死女人终于走了 老婆 我多少天没碰你了 让我看看 最近碰了没 在没有弄死陈林那个贱人之前 你别再碰我 又怎么了 你还说呢 都是那个贱人 他跑去我工作的地方闹事 说我公演老头子 还得我里面丢钱 现在工作也没了 你都要成豪门复派了 一个破工作 要他干什么 你别给我画大屏 有本事 你就去给我弄死那个贱人 好 我答应你 等他回来 我就安排一个食物中毒 到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 还有保险配偿金呢 这还差不多 那我这些天就先住在这 顺便还能跟田田培养批养感情 行 想后几天就几天 Yes 陈林今天眼睛眨都不眨 就花五百万买了一个桌子 我也想要 行 你要多少给你稳多少 我现在就想要 你还别说 我宝贝带这个 是挺好看的 那这个镯子我要 这个可不行 这是陈梨花了大价钱 你要是拿走了 会被他发现的 是让我带的怎么了 你平时不都是拿着他的东西送我吗 再说了 他那么有钱 也不会在乎这五百万 也对 他那么有钱 确实不差这五百万 行 那我替他做主 把这个镯子送给你 那你 打算怎么报答他 这些证据 应该足够让马天明这个人渣精神出户 让叶梦已偷到最尽朗了吧 当然 完全可以 不过 你甘心吗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既然能设下全靠害人 那当年 在影结婚一旧后 你的母亲 就病死 我母亲当年突然变重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难道我妈也是他们害死的 我觉得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马天明这人 为人讲诈 他是肯定会承认的 我可以找马强 他那个人头脑简单 没所真正的问题 你这个狐狸精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告诉你 以后离我儿子远远 走开 妈 快放开我 好疼啊 你不要叫我妈 我没以前的儿媳妇 妈 你干嘛呀 别吃醋药了 我吃醋药了 你倒是问问 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都没人往处说 妈 我没做什么 没做什么 你没做什么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先走 先走 你要干嘛呀妈 到底怎么回事 你最好别知道 我怕你知道了恶心 告诉你 从今往后 跟这个夜梦 不要再有任何瓜葛 我就知道我现在很恶心 我拜托你以后进我房间 能不能先敲敲门啊 啊 再说了 夜梦跟咱是一口的 你这么对的 我可不敢确保他 会不会凡事 你 无论如何 事成之后 我绝不言行 你起夜梦 这个狐狸精 出去出去出去 又在那儿八卦呢 八卦 你说 我八卦到底是不是 你们一家害死的 你妈无冤无仇的活 凭什么改叉呀 当年我妈的病情 明年好长 为什么会突然 我一输 大夫都说是病情恶化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小兵 你什么意思 别给你们我不知道 是你们一家自保的 啊 我知道 你拿你妈的死来这说事的 是不是 上师傅医疗费用 啊 你说 你想让我继续 给你支付医疗费用 你懂吗 你们一家子还死我 我一样 你们成片 你 哪有活该 哎 大家给我多看看 我这不孝的儿媳妇 都不管她老公公了 哎呀 陈才富 你好好看看你这女儿 我一家人啊 把她当亲闺女一样 到头来她不管我 你这儿媳妇太没良心了 竟然要气呀老马 老马太可怜了 竟被儿媳妇这样欺负 可不是吗 上次来就是闹了一通 说马强出什么鬼 她半年身子都入土的人呢 她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呀 就是啊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哎呀 是啊 哎 我这样对的 他这样对我 我也不想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别人怀了 真是无情 我们走 可是 你放心 我用来吧 好 好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马强那个人 简直是个无赖 人心格肚皮吗 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被最亲近的人 从这个统一道 不是吗 我妈肯定是被他们害死 你之前不是说 有办法包我吗 是什么办法 难道你忘了 在你公共的房间里面 还有个监听器 我一时冲动 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完了 庞可离我的手机里面 也安装了软件呢 儿子 出大事了 趁你已经满意 他母亲的死 是我们做的 怎么办啊 他没出事 刚陪我看守 你以为我傻了 我就是傻他母亲的事情 什么 你也赶紧 想办法动手 你也想攻堵 果然 果然是他们害了我吗 我把他们都杀了 陈妮 你冷静 你不要冲动 冷静 我怎么冷静 这是我妈 他们杀了我 他们杀了我 妈 你让我怎么冷静 是我没有找到 陈妮 当年是你海北的家坡人 你现在的痛苦 不及我悲痛的万分之一 还远远不够 你知不知道 每当我回想起来 我妈都是杀了手 我就难过得呼吸不过来 你说 我以后到里该怎么办 找到证据 怕他们全服 就送信简远 国长 你会把我的等人 你会把我 干啥 我会带你 直到查出 总统的这一项 我现在能寻 可只有你 我听你 你 你 天天 妈妈 今天怎么说你来接我呀 因为 妈妈想天天了呀 天天 你找妈妈 那 妈妈以后天天都来接你 好 好 妈妈 你的公司破产了吗 天天为什么会这么问呀 爸爸说 在你心里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是去睡的外婆 然后才是天天 天天 我们不听爸爸的话 天天在妈妈心里 才是最重要的 那 天天现在想不想 去吃一个小蛋糕呀 想 走吧 你好 这条件 您的公母自杀了 什么 走 黄院长 我公公怎么会死呢 今天早上我们的人过来检查 发现你父亲躺在床上 没有呼吸 床头会放这个空的安眠药瓶子 看起来像是自杀 不 老妈不会自杀的 这里 都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老公 我这个人就装病 妈 你冷静一点 你说是我害死了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到疗养院来欺负老妈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肯定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老公 行了妈 你别说了 你要我怎么冷静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这个贱人 我要报警 报警 我要抓他 天梅 我是你妈 你竟然都想打我 妈 我求求你了 别说了行吗 好你个陈林 他居然用这样的办法 调查我们 谢天梯 我给你打电话 他都听见了 说不然 他还是报警吧 报警 然后呢 然后我去自首 咱们一家人 在监狱里端聚 好的 你要干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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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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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 快 快 对不起了吧 听不死 我是真的睡不着啊 就像你死了 只能三手不到抓我的证据 你要怪 你就下辈子再来抓我吧 天明 妈只是让报警而已 你这么慌张做什么 只是想让我把嫂点入骨验 我不想再结外生事了 妈 事情已经够乱了 就算我求你了 我求你 别说了行了 王院长 我怀疑我公公的死令有隐形 所以我们需要报警 说两句是奇怪 昨天晚上刚考停电 监控什么也没有到 所以 我们更需要司法部门的接受 不行 很抱歉 陈小姐 我们没有发现死者被谋杀的证据 请接 还好我处理得感情 老爸 死者为大 赶紧让咱爸入所为安吧 行吗 老爸 你盯着我看看嘛 生下的事 你自己记得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行 儿子 肯定是这个贱人害死的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行 我知道我知道 除了他没别人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我拿到了陈世纪团所有的财产 当时我肯定给我把保障去吗 要不然 三五年的隐忍 都付出动了了 好吗 好 你先走 上下的我来处理 妈 妈 现在两位一来 很暖 我到底开什么办法 孤早 我现在到底干什么办法 阿玲 乃菲林现在手上 已经有一点调整面了 你继续配搭他身边很危险 如果你还想来他身边说句这句话 你一定要保持平常 不得让他怀疑 我知道 喂 我刚才在开会 手机忘在办公室了 我一会就回去 我一定会找到成绩 新手办把天天整个活动送进全域 妈妈 我今天好开心 天天开心的话 那妈妈以后天天都带你出来吧 好不好 哎老婆 爸可不是这么说啊 这小孩当然学业重要了 怎么能天天玩呢 我就和妈妈天天出去玩 爸爸坏 我不要爸爸了 你可小妹良心的 你妈忙的时候 天天谁带你出来玩啊 这你妈回来了 就不要你这个爹了是吧 小妹 那我们不要爸爸了 妈妈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好 一二飞喽 跟爸再见 来 爸 妈天明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 我来这儿妨碍你扮演三号丈夫的形象了 你别胡说八道 妈天明 你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赶出家门 你也对我置之不理 我问你 你们是不是想过后拆脚 没时间跟你解释吗 不是 妈天明 天天可是我的亲生女儿 要是把我惹急了 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 有你熊子吗 你说话过过脑子行吗 什么话都往外甩 二三 生个男孩女孩呀 死胎 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 叶梦呢 叶梦里边怎么样 生个女孩 你说说 怎么能这样呢 该生的生不出来 该生的就生出来了 如果陈妮知道 你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女 她能绕过你吗 哎呀 你这样 去把叶梦的孩子抱过来 就说是陈妮生的 反正都是咱们老马家的种 有什么关系 对呀 都是咱老马家的种 要是把孩子 养在陈妮的名下 那 就不是私生女了 我这就去 等一下 怎么了 下个礼拜再报 你就跟他说 孩子皇上过高 医生要留院观察一周 还是你想的周到 哎 如果你们敢把我甩开 单干 那就别怪我 现在就是阮天天 让你什么也得不到 小组 我错了 你冷静点行吗 三天了 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你让我怎么冷静 之前真的太多事了 我爸过世了 一直在练里头的护士 没时间联系 什么 爸的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怎么会突然过世呢 还不止这些 我感觉 陈妮已经发现咱们干的事 而且 他好像知道 妈妈不是病死了 都是咱们干的 那岂不是说 我们现在很危险 所以说 我要尽快动手了 只是还不知道 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 不管他现在掌握了多少证据 跟你都必须立马动手 我知道 你们在聊什么呢 你们俩们说什么呢 老公 你 你早回来了 孩子想你了 就回来看 呦 这不是勾引我公公那个小姐吗 怎么了 我公公死了 你就开始勾引我老公了 陈妮 你这个 你有什么资格说 你这个坏女人 不行欺负我的妈妈 田田 我不是坏女人 你看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田田 你不是最喜欢娃娃了吗 我专门给你买的 我才不愿意你这个坏女人 给我买的娃娃 这些东西 我妈妈也会给我买 田田不喜欢你这个坏女人 田田 田田真乖 做得真好 妈妈一会就给你 谢谢妈妈 田田 你要记住 以后千万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尤其是遇到这个安逸的时候 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知道了吗 原来我知道了 田田 我才是你 你 爸现在又挑拨我 你夫妻关系 妈妈 你别担心 我绝对不可能被他挑拨 我天明 你是不是疯了 他明明说 我告诉你弟子你听不见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都冲 妈妈 爸爸好兴 田田 乖 不怕 妈妈带你去买布丸娃好不好 好 看样子是 你跟那孩子感性都错了 可笑的是 他都不知到 那个孩子事发上风险 爸爸 我查到那个孩子 有隐性遗传性白血病 现在陈寗和马天明等人 都不知情 那这个孩子 应该快到发病息了 陈寗 我可真是迫不及待 看到你车子崩溃的 你疯了你啊 你这般差点坏了王虎 是 我说了今天晚上就冻婶 你现在和她撕破脸 咱们叫什么也捞不到 马天明 田田可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如今却不日午了 都是陈寗这个坚人 我都说过了今晚我冻婶 等她一死 我把你取进家门 你有的是时间和田田培养感情 何必急于一时呢 好 这个是你说的 如果今晚你办不成 那我就去把田田抢回来 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亲生女儿 再留在陈寗的身边 你冷静一谈 我已经准备好了 无色无味的药 今天晚上她必死无疑 你就等我消息吧 快走 妈 宝宝 吃饭了 嗯 来来 哎呦 这么丰盛啊 辛苦儿子了 哎呀 今天啊 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你可一定要多吃点了 对 我在那里面胃口快要好 老婆 你多吃点 妈 这个菜田田也爱吃 爱吃就多吃点啊 吃什么吃 你不去吃 不哭 老公 田田田只是要吃一口菜而已 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 菜太辣了 太辣了 有能有多辣呀 不哭了 奶奶尝尝啊 行了妈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你这么大的人了 毛手毛脚的 好好的菜都糟蹋了 记不着意思 胖子 妈妈我疼你 田田田田田 你怎么流鼻血了 田田田田田田 医生 医生 我女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甜田田田田引起了 疾心遺传性白血病 现在正是病发期 医生 你一定要去走我女儿了 你放心 小妮 我和你母亲是老朋友了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嗯 谢谢你 厘理 白血病需要抡随 亲属之间 跟对比例是很高的 你们还是准备准备 坐随 理事配ба 我现在就跟你去了 不行 天明的意思是 还怕你累着 毕竟 你还有公司要管呢 是不是天明 对 我刚才一时情节 我是担心你 公司 只要能救天明的命 你别说是骨髓移植了 你哪怕要我的命都可以 你就让天明去吧 天明是田明的爸爸 再说了 一会儿田明醒来了 找不到妈妈 她又要闹了 我们去陪姐 我们去 对 可是我是她母亲 说不定我和田明之间的 配比更高呢 你不就姐 我还是孩子的父亲呢 你去看孩子吧 我们去 我们去陪姐 什么 她是孩子的爸爸 怎么能不陪配呢 具体情况 我已经和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不是不配 是匹配度不高 手术成功的几率不大 那我呢 我是孩子的奶奶 我可以吧 你就更不行 去 快叫小丽姐 不是 去呀 看来 只能让夜梦来一趟了 让夜梦来 那不就都露馅了 陈琳要是知道 咱们之前做了所有女 就都白费 那就不让她知道了 好不好 我跟你说 有个天大的好消息 医院已经找到跟她一样的配型了 而且医生跟我说 手术成功率非常高 我已经联系好那个人 明天就能手术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天天要求 医生 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放心 手术很成功 谢谢您 已经错了 你别担心 医生说了 手术非常成功 孩子没事了 那就好 但是梦梦 待会儿我帮你收拾东西 马上转院 那个陈琳说了 她一定要见全线人 如果让她看见你 就全完了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我刚做完手术 不能挪动 今晚就先住这儿吧 明天一早再走 行 但是记得 一早就走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给我女儿捐赠骨髓的 那个好心人 住在哪家病房 我想亲自感谢一下她 就在走廊镜头 那件就是 好 谢谢你 捐献骨髓的人 应该就住在这个病房吧 严蒙 怎么可能是她 你好 是她们病人吗 我想问一下 住在里面的这个女士 是捐赠骨髓的人吗 是啊 你有什么事 还要 说来也奇怪 这女人 不仅和那女孩长得很像 骨髓皮肥率也很高 简直就和那女孩的 七十五千一样 天天 我才是你 这我不必须做 马天明 你什么意思 天天明明是我的 我叫你 等你天天见 不行 这怎么可能 天天怎么可能 是先梦的孩子 怎么可能 顾先生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把话讲给了那位女士 嗯 你做得很好 过了今天的事情 好 神明 我给你准备这份领悟 你可喜欢 妈妈 我今天好开心 天天 对不起 妈妈不是不相信你 妈妈只是不相信 马天明和叶梦妹的款 进准结果 以后就出来了 师傅小姐 您的见面结果也就出来了 医生 你放开我 医生 医生 快点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陪我 现在脸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都是小三的孩子 我的日历神 全是疯似 陈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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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说 这段影片 你好好想想 如果她不是你 她当着你的孩子 又去哪里 对 天天不是我的女儿 那我的女儿去了呢 对 可是 可是当年明明是我 我还在十月 把她生下来的 这就是那一个 车县的长作 这就是那种 所以当时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看到了吧 没有 当时天天出生的时候 医生说黄胆太高了 就被抱走了 我是一个星期之后 才看到她的 这件事情 肯定没那么简单 我怀疑是马天明 做了手巧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查清 谢谢你 古壮 幸亏有你 不然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你现在知道 孩子不是你亲生的 你还要继续挣复养权吗 我不知道 我现在 我现在 就想找到我自己的七首女孩 森林 你现在充满希望 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 你的女儿早已要扯 这样的痛苦 我倒要看看你能承受不上 天天 妈妈以为这个世界是无纯的故障 还有你配上我 没想到你居然是别人的女孩 你让妈妈给拿你子 妈妈 我想吃苹果 好 老婆 小龙一夜了 回去休息 让我来 可大 爸爸 我刚才在想事情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小事 妈妈 会去接护士阿姨 爸爸的手还在流血 好 老婆 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是有点 对了 老公 你说 我们应该怎么感谢一下 那个给田天捐献骨髓的好心人 咱们改天找个时间 找个时间 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她现在就在这个医院里面 干嘛要改天 现在去就行了 其实不合适嘛 这样 我听医生说 她和田天的骨髓匹配度特别高 如果不是我生的田天 我真的以为她才是田天的亲生物 这不说明咱闺女吉人自有天相 哎呀 吉人自有天相 那才更应该去感谢下这个捐赠人呀 不是 她可是田令的救命恩人 咱也不知道人家住哪 不过是 我都问过护士了 她就住在走廊镜头的那个病房里面 刚好你来了 咱们两个一起去看看 不是 人家刚守完树 这太冒昧了 咱们改天 改天再去 不是 你听我说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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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人家早就出院了 非要来 行 早早就收拾东西出院了 医生让她多住一段时间 她就是不乐意 非要出院 人家就是活雷锋 做好事人不求回报 活雷锋 哎呀 行了 你看我这手都这样了 快给我拨杀去 走走走 你让护士带你去一下 我 我头有点疼 去找林医生拿点药 辛苦 放心吧 田田恢复的很好 哎 对了 田田生病了 你妈怎么没有来 她忙什么去 我妈 她已经去世了 怎么可能 当年她转院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 林医生 您是说我妈 当年转院的时候 情况很好吗 啊 我是她的主治医生 如果她在我们医院 再继续治疗一个月 就康复了 哎 她是怎么死的 我们当年转院没多久 医生 医生和她表面情况 虽然恢复得很好 但是已经是强弄之末了 后来过了没多久 她就去世了 世事无常啊 林医生 我妈肯定是被害死的 但是我没有证据 我 我求求你帮帮我 你说你妈是被别人害死的 对 我妈一定是被害死的 求求你一定帮帮我 说吧 也能帮什么吗 我们当年转院之后 她的主治医生是个男医生 名字叫黄仁芝 但是我前两天去医院找过 我没有找到她 你们帮我找一下吧 黄仁芝 这个名字 很熟悉啊 林医生 您认识她吗 娘子倒是挺熟悉啊 好像听说过 你看这样吧 我在找我老同学问问 拜托您了 林医生 陈梨 你果然在调查这件事 妈 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我就不让大夫给你听药 怎么样 屁 你想多别想 你早就知道 你不是个好东西 要不是小狗执意 要嫁人 根本看不上 那只宅子 妈 你生气 知道您看不上我 不过我一样是你的女婿 是陈梨法定的丈夫 这个东西 签不签又能怎么样 你的钱早晚是她的 你一样归我们夫妻共同所有 不是吗 你放我下 我早就立下遗嘱了 我死后 您向所有的财产都归下了 一分钱都得不到 你这肉都行 不过以为这样就算赢我了吧 不妨再告诉你个秘密 天天根本就不是陈梨的女儿 你那个宠惑女儿 生下的孩子就是个死胎 不过我运气好啊 叶茂远给我生了一个 所幸我将其就尽 把她抱给陈梨 你那个傻瓜女儿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怎么样 岳母大人 算不算合格的丈夫啊 啊 怎么 我夫妻啊 看着我 说话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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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来看看你 我我没事了 不是哎你等等我 你 妈妈抱抱 妈妈你是哪了 姐姐还以为你谁要嫌弃了呢 天天 我 妈妈你怎么哭了 对不起 你不是妈妈的亲生 妈妈真的这不是不想 陈梨出嫁千万让我帮她找她的亲生女儿 陈梨 亲生女儿 难道陈梨已经知道天天不是她的亲生女儿了 陈梨 这是陈梨的那个骗头 陈梨要是知道她的亲生女儿早死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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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表现一路的惊险 那要不要我现在告诉她 陈梨已经接了我 陈梨去东城医院照着她母亲的词 陈梨已经接了我 你等会从这下个词 双重倒起 来她才跟刺激 对了 对了 收购陈梨的东西进行的怎么样 正在悄悄进行 目前陈梨集团没有丝毫察觉 陈梨 当年你侵从我故事的资产 搞得我家破了 这一次 我要让你们自己全部雇出来 老板 陈梨现在最信任的就是明了 当她知道真相时 我相信她一定胜不误 这是她最由命德 行 陈梨约了我去东城医院 照着她母亲的死因 陈梨走 奇怪 找不到那天的监控视频 可是医院的监控视频 不是不会过期吗 是不会过期啊 但是 有可能人们随患了 那天都能找到 唯独找不到你们要看的这天 肯定是马天明看 他连医院的监控视频都能删除 这是个臭事 医生病手机 一定有其他办法 医生 有没有其他角度 可以拍到那儿 我照照 你不照 放心吧 可以让我去 找到了 找到了 回来 我 我看 我看 你不照顾 你不照顾 我看 你不照顾 哎 孩子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 刚下之期 是查清楚你母亲这件事情 来 啊 这将来 是另一个监控拍下来的 虽然外面有些不清楚 不过 可以看看 这个节目视频可以快进吗 停 当你要我和医生感到的时候 我妈就已经死了 是把你用这个出声看过 直到刚才玩笑的 停 我要杀了 阿姨 你对了关于这个畜生 你毁掉自己医生吗 你先没冲动吧 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医生 你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 我过来吧 别 护照 我老子的意外保险 只要等他一辈的公司 还是会票 幸福一下 幸福一下 三十五个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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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你是旁边 是旁边 五年前 是你 抛弃了我 阿姨 顾掌 我现在也这么不想你帮助我 阿姨 你听我怎么解释 五年前我真的是有苦衷的 五年前顾家被人构限破产 我父母惨死 我 你被迫去了国外 我是因为不想连任你 才跟你别分手的 五年以后 我回望 我本身想重新追回你的 但是我没想到 你已经结婚了 真的吗 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顾掌你是不是傻 可是不对 当你妈妈是小说过故事 可是被我发现出手阻止了 故事怎么可能还会破产 你是说 你母亲当你收过故事的时候 你中途阻止了 对 可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分了手 我为了和我妈赌气 就嫁给了马天明 你走掉 是我阴老入室 我给你一个初生有机会杀了我妈 你的意思是说 你母亲当你收过故事的时候 中途被人阻止了 那故事最后 又是被伤手扣动 啊 公主 我替我妈妈叫你道歉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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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要向前看对不对 你们三次我 真是太好了 对了 马天明的事情呢 你打算怎么注意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给我妈报仇去 我要让所有伤害过我的 全部都下进去 故事 我现在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放心吧 我永远都属于现在的后转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好了 走了 陈黎 你真是个蠢货 这仅被我和明哥耍得团团转 还被故事玩弄着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不过 这陈家的财产 只能是我们的 明哥 好 我知道了 天天怎么样了 没事了 早就活蹦乱跳 那我这个当妈的就放心了 等陈黎一死 你有的是时间 在天天面前找些 不用急于一时 可是 我怕他到时候不认我 怕什么 你毕竟还是个亲妈妈 去浪雨水 早晚他会接受我们的 这倒是 哦对了 你知道我今天碰见谁了吗 谁 顾招和陈黎 这个死贱人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 也敢背识我偷人呢 你错了 顾招接近陈黎 可是另有 顾招接近陈黎 可是另有目的的 那就更糟了 得抓紧时间动手了 要不然陈氏集团被顾招吃掉的话 咱们可就真是白毛吧 哎呀想来也是 陈黎也是过惨的 怎么 你心疼了 那都没有 我也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感觉 总觉得他身边的人 都得个虎视眈眈的 反正你就快盯紧他们就行了 我自己会看着办的 那我其实很辛苦 所以呢 还请要讲历史 慢点 笑死我 林医生 您找到好人这了吗 我问了我以前一个同学 他刚好把那个医生室老乡 我把地址放给你 身上就靠死了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我不愿意看到 你多让自己后悔的事 林永勤 也不愿意看到 你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 放心 林医生 我自己有分寸 但是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伤害过我的人 我会让他们付出 应有的代价 黄医生 好久不见 你是 是你 看来黄医生还认识我 那黄医生能不能告诉我 我妈当年到底是怎么死 你妈 当然是病死的呀 死亡报告上 不是都写了吗 那为什么当年我妈死了之后 你就匆忙辞职 然后回到老家 你一个主任医师 有着大好的前途 你怎么说辞职就辞职了呢 我 我那是家里有事 我想提前过退休生活 不想爱 退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喜欢玩牌 而且 还喜欢玩钱 你所有的工资都拿去玩牌了 还欠得十九万外债 你拿什么过你的退休生活 还干嘛 生性好多 签了十几万的外债 你用牵死亡以后 他立马就辞职了 而且还钱了外债 不仅如此 还在老家买一堂房 我知道了 谢谢您 黄人之 就算你再怎么躲 再怎么藏 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是 终究是包不住了 我知道当年的凶手是谁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且愿意替我作证的话 我可以不追究 你过去的所作所谓 黄医生 你还是仔细想清楚一点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想清楚了 愿意把当年的真相 公之于众的话 你就给我打电话 这种药能暗地里破坏人的五脏六腑 但又不被人发现 你说话 这是给邻居家狗用的 我才给你弄的 你可为我整出什么事来 学长 前往一会就打给你 别激动 他自己找死 这愿不得我 如果神力问起来 你就说他是病死的 明白吗 你这是被罚的 叫我做老的 你现在反应过来 也来不及了 别忘了 咱们可是一根神上的马上 不过你别担心 我再给你一百万 帮我做最后一件事 好好考虑清楚 你去哪了 怎么不接电话 天天想你 妈妈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想你 妈妈 天天 我不是你妈妈 你的爸爸害死我了 你以后再来拿什么面对 美女 要不咱俩喝一杯 喝 不喝这个 喝我这个 你谁啊 你动不动先来后到 来到 孤城 这么多年不见 你又变身 这么多年你都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没有妈妈了 走 这是这么多年你去哪了 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没有妈妈了 喝醉了酒 害怕 送给这 受害者 当然 明明就是你 你放心吧 我不会这么气 就让你死大 醒了 来 喝点热水 两档妹 是不是你家 我怎么会在这了 所有人的事情 你忘了 喝我这个 我这个好 那 那 昨天晚上是你救我 哎 不能喝酒 就不要去酒吧 万一被卖了你都不知道 谁说我不能 谁说我不能喝酒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说谢谢 郭忠 你现在 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 哎 那我可真是 用心之急了 你放心 等我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完 我妈当年收购的公式股份 我全部都还给你 这些 都是过去的事情吧 等这件事情处理完 我也有个惊喜 就这给你了 啊 对了 我去奥西州 我去给你拿 什么事情啊 笑得这么高兴 是怎么绕着了 什么事情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等我回来 哦 这怎么没人呢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阿姨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住在这老黄人真几人是吗 老黄啊 好像我今天早上看到他去钓鱼了 老黄这个人就爱钓鱼 一定要去鱼什么也管了 要不你去河边找到吧 好 谢谢阿姨 好好好 约我来谈事情 什么不再见 连发也不及 这么久 大爷 大爷 今天早上黄人真没在这儿钓鱼吗 什么黄人真 就是黄医生 家就在这附近小区住的 老黄啊 没有 我今天早上就在这儿 没有见他 我知道了 谢谢大爷 居然没在 这个家伙难道在骗我 死啊 死人了 哎呦喂 我就钓个鱼 怎么还和人家车上过去了呀 这不是老黄吗 我今天早上看到他往河边来了 我以为他是来钓鱼的 怎么就突然死了 阿姨 你还记得我吗 你 刚刚不就是你要找老黄的吗 叔 您还记得他监藏出门的时候 手里又没有拿什么东西 你这样说我当时想起来 这什么意义 黄叔监藏肯定不在钓鱼的 他平常虽然说技术不怎么样 但装备是一流的呀 他不可能空的时候就在钓鱼 哎 没错 没错 我早早就来了 根本没看到他呀 大爷 那您今天早上来这儿的时候 大概是几点 我六点多就来了 我只让他站到好位置呀 阿姨 您还记得您今天早上出门遇到他的时候 大概是几点吗 好像是七点多一点吧 当时我刚晨练回来 看到老黄还和他打了个招呼 但是他没理我 好像是有什么心思直接走了 当时还奇怪呢 黄叔监藏肯定是被杀了一口 难道是没有经营 可是他是怎么这么快 收到消息的呢 你怎么在 昨天你去哪 电话也不接 很担心你 我刚好有事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附近做家妇 听说死人了 我过来参考 就是 他是我老高 真是一表人才 你们两个可真是郎才女了 谢谢你 呃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刚刚那小伙谁呀 那闺女的老公 怎么 你还想把你闺女介绍过去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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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伙 我感情好了 在那儿接过他 老婆 你还没跟我说 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呢 你在外面找女人 那我当然也在外面找男人了 这样的玩笑 你以后少开 一点也不好笑 还有 你小心那个叫顾招的 他不是什么好人 我发现 他在收购你们城市集团的股份 你胡说八道 你以为谁都跟你让我吵 你可以不信我 但你肯定是后果 马天明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找黄仁芝吗 谁 黄仁芝是干嘛的 就刚才死的那个人 你别说你不认识他 你有点印象 不就当初给咱妈看病那一幕 我怀疑我妈的死定有理情 所以我就来找黄仁芝 我想看看他知不知道什么 没想到 他就被人灭口了 老板你太敏感了 咱妈就是病死 那个黄仁芝也只是意外 别多想 是吗 我倒是相信 天网恢归 疏而不落 怎么约我在地下车库见面 我能感觉得出来 陈丽快要对我们动手了 难道黄仁芝都告诉他了 没有 黄仁芝死了 但是陈丽肯定知道 都是我干的 我感觉 他现在已经不屑跟我演戏了 我们不能再等会 可是我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有什么对策吗 我刚好认识一个人犯 他负责专门叫年轻的女人 卖到山沟里 没有人能够逃出去 到时候你就装模作样的找一找 扮演一个好丈夫的现象 那这赔偿金还不全是你的了 也是个法子 那这样 明天我约他出来 你将那个人贩子配合我 陈丽 下半辈子 你就等着被那个邪男人手拎包 是个真蛋 这就是他羞辱我的下车 老板 这两个人真是很毒呀 生命一来的话 陈小姐的后半辈子 可算是会了 这都是他自有因的 陈丽的电话 陈丽的电话 马天兵约我明天出去放松一下 我怀疑 他有毒毒手了 那你打算 怎么办 将计就计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不是还有你吗 到时候 你就要想跟同学 那一起把马天兵打下 你就不怕 我不来救你吗 我相信你 顾总 您真的愿意替他做写 我说过 这是他最有因的吧 马上怎么说过这事 我相信老董事长 要是知道 陈丽是现在这样的想象 他在天上 也该瞑目的 出去 怎么样 这漂亮吗 还不错 最近家里确实事情太多了 你精神也太紧张 好好放松放松 我肚子不太舒服 给我去趟厕所 很快回来 你等我 马天兵 我都要看看 你能耍出什么花样 老板 神医被抓了 知道了 以后关于他的事情 用告诉我 是 老板 兄弟 你就是一个 被所有人 环宁在首帧的蠢祸 古正 你现在 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了 哎 那我可真是 用心知己了 陈丽 是你害的我故事 假破人吗 这些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最有因的 陈丽 我以后 我们在收购城市的过程中后 我解读当年 你确实是陈丽的人 以陈丽的身份 收购的过程 装复机 确实是天使 无失破产 实际上的另一个公司 在外出道 是真的 我 我 错过程迷了 到程迪现在 陈丽 陈丽 有危险 哈哈哈哈 来了 这次的货 怎么样 看着橙色 哈哈 不错吧 不错不错 哎呀 真是太漂亮了 我得先验验货啊 慢走 急手 先把定金交了再说 给给给给 小米 过来啊 顾虫 你怎么还不来这 我 你 你找我了 我给你 再遭到你 对不起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好好找回你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我就是想买个媳妇 都是他 都是他 这是 十一天 跟马天明 让我这样做的 不关我的事 你着了我吧 伤害小兵 把他们全部带走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提电话呢 你回来吧 事情怎么样了 成功了吗 哎你说话也急死我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马太太 真的 太好了 当然是真的 那你说 咱们应该怎么亲个人下 慢着 既然我已经是马太太了 那我明天就住到你家里去 没问题 女主人都应该住在自己家里 谁抓住了吗 你这人犯子了 把马天明和叶末做的事情 全部都交代了 对了 你想怎么处理他们 你让人犯子给叶末发个消息 就说 我已经被卖掉了 没有逃出来的机会 所以你是想 在他们会得意的时候 非常致命的女性 还是你们最了解了 阿姨 对不起啊 我之前一直都 没关系的 胡说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之前被你带上来 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 妈 之前我不都说过了吗 之前都是陈梨的当中天国 哎呀 那也不能这么光明正大的就带回来呀 对了 你不是陈梨去散心了吗 她 她已经回不来了 什么 那这么说 我们得手了 当然了 当然了 以后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爸爸 妈妈你回来了 妈妈呢 天天 我是妈妈 不 你是坏女人 我要妈妈 天天乖 让阿姨先陪你玩一会儿 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天天 阿姨先陪你玩好不好 好吧 好吧 你把陈梨杀了 怎么会呢 我怎么不杀人呢 我只不过是把他卖到深深老林里吧 等过几天我再去趟公安局 可登记可成了什么 人口失踪 到时候 整个城市集团 成章的都是你 这可太好了 哎 那我是不是 能给你隔壁李婶说 我儿子现在冲息了 一直都看不起我 说我生了个儿子没冲息 就知道靠女人吃小饭 可给我气死了呢 行 去之前左右两只手 我各给你配的金螺 脖子上 我再给你弄一块帝王粉碎饼 哈哈哈哈 谁还敢瞧不起咱们娘娘 好好啊 来吃饭 这些都是你做的 哦 对啊 呃 之前在狗外留学的时候 狗外的东西太你吃了 那只能学着自己做的 怎么样 太好吃了 你的这个手艺比我好多了 你要是喜欢的话 以后我今天做给你吃 哈 哎 哎 尝尝这颗 你天亮我的爱 Forever shine 命中就停的安排 我明白 怎么样啊 我们的宝贝女儿刚睡着 你小声点 不愧是亲生啊 还真是母子连心啊 你们第一次相处 就这么明白啊 我的女儿当然乖了 对了 那陈黎的后事 我们怎么处理 背头我给她办个葬礼就行了 葬礼 葬礼肯定是要的 这样 才能坐实我好丈夫的形象 帮我接手陈氏集团 就更名声颜色 这陈氏集团的总裁 前段时间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死了呀 你还不知道 听说他们俩夫妻在外面里游 这陈总裁被歹头给盯上 然后挪走了 听说陈总的老公啊 在那当地还雄找了他三天三夜 也没找到 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那为什么举办葬礼啊 听说是当地人捡到了 陈总的碎衣服 被人杀而抛尸 这尸首被拉圈给分尸了 只剩下一些碎衣服了 陈总的丈夫也算是个仗义之人呢 还坚持在这里为他妻子举行了葬礼 我记得当初啊 就是他寸步不离的 守候在陈总的母亲身边 悉悉照料的 真是个有情有益之人啊 老婆 我都说不好 要不是我非要带你出去玩 你也不会遇害 别着急 我现在就来陪你 儿子 儿子 妈就你这一个儿子 你要是死了 妈也陪你一起去死 这可舍不得呀 陈总的死 我们都已经很伤心了 可是天意难为啊 你们活着的一家人 都得好好的生活 不要想那么多了 对 你看 你还有个孩子 怎么着 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是吧 哎 你们一家子 还真是会演习 你们一家人 还真是会演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妈妈 天天好想你 我不是你妈妈 你就是天天的妈妈 这么多天 你去哪儿了 天天好想你啊 来 天天 跟叔叔走 儿子 你不是说 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吗 你妈 又出现在这儿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陈总 你不是被狼群分尸 尸无存了吗 是 满天明 原来你给我准备的死死 是分尸 哎 老婆 太好了 你回来就好 你的吸引可真大 你到现在还看眼睛 啊 天天 好吧 我们眼睛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就是啊 陈总 你老公刚才还差一点 罐子在你的墓前 幸好你没事 你老公也没事 你们两个 现在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哎 老婆 人没事你什么都重要 你回来了 早里都不用办了 走 咱回家 咱回家好好过日子 过日子 你别人 我之前是想很好 可是你是怎么给我 我 你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到现在还在演戏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你怎么用演戏啊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姿势 这是 我不认识他们 你这是要干什么 就是他 还让我绑架陈总 卖到深山里的 还让我伪造陈总 出师的现场 你他妈给我闭嘴 在那儿给我胡说八道 还有他 他也是竹方 你胡说 我亲眼看到 他在和他逆子 黄人之一声 绝对神奇 是他们在诬陷我 儿子 这 这 你还不知道我 连马桥 都是你这个 儿子七首孩子 你胡说八道 我儿子不可能 付出这种事情 他们都是骗我的 他们都是骗我的 对不对 你少放着 可以姓陈的 所有的证据 我都清理干净了 黄人他进去了 小老师 你承认 你 胡摩 我全家死亡 害死我妈 我要你们全都 给我把场面 他可是你亲生父亲 你怎么下个两手 那要怎么样 是他自己喘 如果他不犯传 他就拿不到证据 如果他不乱搞你 他妈就不会看不起我 这一下本来 可以不用发生的 你也不能杀了他 他可是你爸爸呀 那又怎么样 所有道财路的人 都要死 所以你就杀了我妈 都是那个老东西 咎由自取 我本来可以放的他的 但他偏偏要离 那个该死的一种 他对人一种 他就一分活了 马天兵 你们杀人兴凶 证据确凿 跟我们走不塌吧 这些都是马天兵干的 黄人兵 我是冤枉的 你冤枉 你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顾兆都已经帮我查清通 我们现在 要你们下第一空买杯了 是我输了 但你也没有赢 顾兆 你打算什么时候 告诉他真相 想知道的真相吗 求我 就让你知道 知道 咱们还是真相 这我才是真相 赤铃 你给我解释 当初我是想复仇的 可是后来 不用解释了 顾兆 很好啊 你的奸绩也得逞了 经过这些事情 你觉得你还能相信谁呢 你这辈子也得不到幸福 这个有我 没有 可是 哼 为什么你不要这样 对我 哼 哼哼 真理 全都是这样的 你给我解释 我真是我最开始的是靠近你 确实是个愚蠢 但后来我发现 我发现这一切 都跟你们母语无关的时候 后悔了 陈丁 我求求你再给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人会可以 你们都是骗子 陈丁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爱你 陈丁我爱你 陈丁我爱你 陈丁我是真的爱你 陈丁 爱我就能强调 顾佳 你才能买一个 陈丁 陈丁 你给我一件事 我是真的忘了下你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们顾佳 一个满意的小胆 从今往后 却无从说起 我 他只自为你 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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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一直寂寞 时候的回忆 你学机动不易 他自私会逼成话题 你傻傻热情的贴近 穿过多少城市为了他 只因为他 淋湿了自己 要是苦妈妈还有姐姐 老板 跪 我现在不想见到任何人 陈丁小姐 人事所有资产 转到您的零下吧 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要的是陈丁回来 陈小姐 还留下一封信 顾章 欠你顾家的我已经缓了 以后我们两不相亲 永不再见 不行 我就去找他 陈丁丁已经走了 妈妈 我们要去哪儿啊 田田乖 妈妈带你去一个 全新的地方 那没有人认识我们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妈 妈妈有养吗 当然了 妈不止有玩具 还有一个大秋成 可一个大大的愿 真的吗 不要提名喜欢 妈妈什么都不肯定 妈 人人想了一个小狗狗 谢谢妈妈 妈妈最好了 但是田田 你要答应妈妈 一旦养了小狗之后 你叫什么叫 因为 还不止是你的处 你还是你的心 你又 我知道了妈妈 我们会在高航下 够宝宝宝的 师傅 我们走吧 蒙燃煨 舊路今生再开 花绕着黑 陈几云 我会小心把你追回来的 是在你眼睛 心无关无敌 将有